作品二十六号 我们家的后园有半亩空地 母亲说 让她慌着怪可惜的 你们那么爱吃花生 就开辟出来种花生吧 我们姐弟几个都很高兴 买种,翻地,播种,浇水 没过几个月,居然收获了 母亲说 今晚我们过一个收获节 请你们父亲也来尝尝我们的新花生 好不好 我们都说好 母亲把花生做成了好几样食品 还吩咐就在后园的茅亭里过这个节 晚上天色不太好 可是父亲也来了 实在很难得 父亲说 你们爱吃花生吗 我们争着答应 爱 谁能把花生的好处说出来 姐姐说 花生的味美 哥哥说 花生可以榨油 我说 花生的价钱便宜 谁都可以买来吃 都喜欢吃 这就是他的好处 父亲说 花生的好处很多 有一样最可贵 它的果实埋在地里 不像桃子 石榴 苹果那样 把鲜红嫩绿的果实 高高的挂在枝头上 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 你们看他 矮矮的长在地上 等到成熟了 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 他有没有果实 必须挖出来才知道 我们都说是 母亲也点点头 父亲接下去说 所以你们要像花生 它虽然不好看 可是很有用 不是外表好看 而没有实用的东西 我说 那么 人要做有用的人 不要做只讲体面 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了 父亲说 对 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 我们谈到夜深才散 花生做的食品都吃完了 父亲的话 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节选字 许地山 落花生